农历八月 伴随着初一的柱女座新月 对射手座 香港人又叫任马座 无论是上升还是太阳的影响会如何呢? 首先在西历 以下全部讲的都是西历 在西历的9月13日 为什麽说我们呢? 因为塔战乱临本人都是太阳射手座 我们的守护星木星就停止逆行和开始迅行 所以我们的野心就回来多一点 野心在哪里呢? 在赚钱的方面 不过不要那麽开心 有野心还是有野心 但真的能不能赚钱呢? 我稍后会讲的 但不要说一听到我现在这样 可以赚钱就立即充无充逆 因为毕竟当一个行星由逆行变迅行的时候 其实它是有一个阴影期 所以其实有一个余波未了 即是我们赚钱运受制的影响 仍是有少少影响力的 加上何方木星根本在摩托座 又叫生人座 已经是一个失势的位置 不过呢 即是有时正所谓 相起临门 无论我好像讲到有多差 但其实毕竟木星都真的叫信行 还有最重要的是 其实今次这个新月是帮我们的 这个新月是发生在我们的十宫 因为处女座 我们倒回头数 十二是天洁 十一是天平 跟着十就是处女 十宫是我们的career 但如果是小孩 就是他们的studies 即是事业和学业 听下来都是有个业 原来在这些范畴 我们是会得到很多的能量 很多的帮助 很多的成就 我们会赚到我们的影响力 我们会赚到我们的明星 还有就是 这个处女座的新月 其实就是 跟土星的那些 那些三个星 土木名三个星 就是形成了一个三分之上 尤其是 我刚才说的是什么 我说是跟土星 不是 是跟摩蕊座那些三个星 是跟摩蕊座那些土木名 就形成了一个三分之上 尤其是摩蕊座的主人 土星 就形成了这个 很美丽的角度 所以 我们接下来 会名乘利就 真的会名乘利就 在这个农历的八月 还有这个名乘利就 不是说只是 虚名 是真的有一个利在 是我们是会赚到钱 还有这个钱 是之后会 财源滚滚不绝 是会stable OK 那这些名乘利就 名利商修 都是来自哪些贵人去帮我们 听着吧 是一些老人家 一些有权势的人 其实都很容易合理的 因为 毕竟要在一个社会 慢慢得到权势 除了一些什么 富二代那些 很多人都是会经历 有很多人生经历 不断去打滚 才可以得到一些 权力地位 这些人要打滚这么多年 所以都应该是留人家 所以原来这些人 就是会帮到我们 又或者是一些 我们本身已经 在过去认得的人 例如一些老顾客 他们都是会 带来一些名乘利就 还有一个很stable的 不断的income 是给我们的 所以这个农历百月 记住四字真言 贪旧忘身 因为我们一般 少一些人会贪身忘狗 现在我提大家 是要贪旧忘身 贪一些老顾客 或者一些老人家 老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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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要忘记新的东西 什么叫忘记新的东西呢 就千万记住 忘记做以下这些新的举动 是什么举动呢 如果有一些新的创作idea 你是想去做啦 想去接触一些新的运动 一些新的 想去上一个sports course 想去玩一些新的东西 有一些新的刺激体验 或者是一些 展开一些新的暖情 那就千万记住不要做 因为呢 在9月9日至11月13日 火星逆行 尤其是这个农历百月 这个火星逆行的力量 就是会一开始就很重 是威细小的了 那呢 所以我刚刚说的这些东西 如果你是想现在去搞一个 新尝试啊 新的 新的 新开始 那它就会变成新时限的了 OK 总之它会消钱消时间 它会消我们的资源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这个火星逆行呢 就是发生在我们的五宫 八阳座 然后这个火翼呢 其实呢 就是伴随着这个初一新月 就四分我们义工的 逆行土星的 OK 所以呢 麻烦大家了 实际点 还有在我刚刚说的这些範疇呢 就不要展开任何新人事 新作风生气象了 还有by the way 小朋友都容易出问题 无论你是 不过如果是射手座的小朋友 就不会在听这条片 应该在专心读书的嘛 但是 所以 如果家长的话 你有射手座的小朋友 那你要小心一点 他会有一些问题 而消到你的钱 消到你的时间 Let's say 他健康出问题 那要看医生 又或者呢 如果你是射手座的家长 OK 你的小朋友 都可能会容易出现这些 即是一些问题 而消到你的钱 和时间 OK 不过呢 就是后者的机会大些 即是如果你是射手的家长 就要更加小心一点 好了 另外再提一提 现在呢 是专门讲射手座的戀外 好了 中秋 10月1号 那就是满月 OK 那个满月 是发生在八阳座的 然后这个八阳座满月呢 的同时呢 就在八阳座的火星 就三分了狮子座的金星 那时候是象征什么呢 对射手座的朋友 就会人月两团圆 OK 所以呢 我们会跟我们的男女朋友 或者跟我们的一些 family里面的kids 就是小朋友 但是你不会和 生不息息的小朋友 玩的嘛 那我相信应该是家庭 里面的 食团圆饭的一些 小朋友 可能一些侄子 儿子 那些 玩得几开心 相处得几开心的 OK 但是呢 就非常之大可能 中秋之后 即这个八阳座满月之后 射手呢 就会跟他的partner 是say bye bye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很实际 因为他吸取了十四日之前 那个寸女座生月 一个很实际的土的能量 是的 至于是 怎么样 一些很重的土的能量 大家可以听回我 刚刚上一条 整体对人类 全人类影响的那个 星运的片 又解释到 为什么这个 初一 全女座生月 是有一个非常之重 很grounding的能量 无论如何 所以如果 你的伴侣是射手 你怕他中秋之后 飞了你 那你要怎么做呢 你就要做一些很实际的东西 令他感到 咦 原来跟你这个关系 继续发展下去 是有一些利益的 因为他很实际 他很功利 那你就要 拿这些甜头去哄射手 例如什么 可以跟射手 分享一些 交流一些 一些投资的心得 可以跟他们一起去研究一下 如何赚大钱 可能一起去上一个 炒股的course 甚至可以去跟他们 有时讲一些神秘学 鬼股 去挑起一下他们一些好奇心 OK 或者是可以跟他们去尋优探秘 打野战 例如在中秋的时候 我不是在鼓吹非法行为 但是 as long as 是合法的 你就去做 如果非法的话 当然 不要以身事法 OK 好 那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 首先 因为 如果说起一些钱的问题 会符合到他 最近很实际的心理 对不对 再加上 因为我们看回 今次这个新月 在处女座 其实什么是新月 新月就是日月相合 然后日月分别是管射手座的九宫和八宫 所以 我们要加上 这里的Energy 就是得出我刚刚说的这些小提示 怎么可以挽留射手的心 就算过了中秋 都不会非你 所以很明显 最后这个信息 是给射手座的伴侣去听 对不对 如果你是一个这么好的伴侣 你是关心到你的射手座伴侣 关心到你是连他的声音都听 那就真是 适合你 可以听得到我这个小提示